2018年总统蔡英文搭乘防弹坐车 从国防部进入原山指挥所 进行政军兵推 原职所旁的国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蔡总统也曾经在2020年 空军黑鹰直升机失事后 亲自试导打气 俗称恒山指挥所的国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位置在台北市大直的激南山内 在1978年开始建造 1992年启用 内部有光线网路发电机氧气和水的供给系统 以及电脑兵推系统 能够承受两万吨核爆炸 两千吨传统轰炸和电磁脉冲攻击 是国军在战时的作战大脑 平常是所有的 所有的陆上海上空中 甚至水下的情报都要汇入恒指所 海海周边的海空动态一目了然 那在里面可以做坐镇指挥 可以调兵潜降 不过传出美军在去年底 首度透过机密仪器 全方位检测 发现恒指所并非固若金汤 因为出入口的混凝土抗炸系数 大约只有五千磅 美方建议使用特殊混凝土 将抗炸系数提升到一万磅 那绝对是中共第一级要摧毁的目标 几个重要的门疫命中之后 你觉得瘫痪在里面 人所在里面 战机骚众其事的状况之下 很可能会造成战事逆转 美军这方面的所提供的数据 我认为可以参考 完整评估报告 预计在今年五月出炉 渴望成为准总统赖清德上任后 来自美方的第一份报告 只是两岸局势严峻 国防部长邱国正每天睡在国防部 周末还经常到横指所 有时甚至一星期去了好几次 我每天停掉胆子 晚上睡得好吗 我睡得不好 景丁台海周边动态 邱国正睡得不好 军方料敌从宽 只期盼让民众都能一夜好眠 华日新闻金刚缺松前台北报道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